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以90岁高龄因病去世 隆中的葬礼显示出了梁顺燕在圈中的人员和地位 梁顺燕晚年与保姆走在街头 还经常有路人叫她上等人 其实从梁顺燕的出身来说 上等人也算得上是本色出演 梁顺燕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熟烟铺 收入不错 算得上是小康家庭 她中学入读了著名的霹雳罗氏女子中学 良好的家境和教育背景 让梁顺燕从小就具有名愿趣致 梁顺燕走上演艺道路也是水到渠成 她从小就喜爱文艺和表演 中学时就成为了春秋话剧社的重要成员 梁顺燕中学时即出演话剧《你店主的女主角》 在话剧圈子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早期的表演经历和靓丽的外形 为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父亲的安排下 梁顺燕中学毕业后 进入百货公司做了一名香水收货员 梁顺燕能收货到 为人热情大方 很快就把销售做得风生水起 获得了香水皇后的美称 但梁顺燕的骨子里并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她心中始终没有放下做演员的梦想 机会终于在她28岁那年到来了 1957年 全球第一家华语电视台利德应声开业 同时面向社会招聘议员 梁顺燕得知消息有些晚 当她兴致勃勃地赶到现场时 演员训练班名额已满 梁顺燕找到负责招聘的总监 递上了自己的资料 后来总监特批让梁顺燕进入了配音训练班 梁顺燕在中多学院中脱颖而出 成为利德应声的一名英文播音员 她的专业能力优秀 仪表出众 打扮得体 于是 梁顺燕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收到了观众的欢迎 被评为香港首位新闻之花主播 与李婉玲和庞碧云并称为利德三花 1960年 梁顺燕出演了香港电视史上第一部电视直播剧 幸福的家庭 成为香港最早的华人电视女演员之一 随着资历的增长 梁顺燕担任了利德电视台议员训练班的导师 著名歌星汪明犬就是她的学生 汪明犬后来回忆她的化妆技巧和舞台仪态 都是梁顺燕教的 在电视台最受欢迎女艺人的评选中 梁顺燕蝉联世界历生金杯奖 香港第一电视女士的美誉是明智时归 1968年 梁顺燕加盟了邵逸夫创办的无线电视台 开始慢慢淡出了主持人的角色 专心从事自己最喜欢的演艺事业 因为梁顺燕仪态端庄 许多阔太太的角色都找上门来 1995年 梁顺燕应邀在千集电视连续剧《真情》中 饰演颇太太梁顺燕 她将一个嚣张跋扈 高傲自负的上等人演的形象生动 上等人成为了港剧中的经典角色 这部长达五年的连续剧 让梁顺燕红遍全香港 达到她演艺事业的巅峰 90年代 在电视剧《浪足过少爷》中 梁顺燕与李克勤在剧中饰演一对母子 电视剧《杀青》后 李克勤果然认了梁顺燕为干妈 梁顺燕从已六十余载 一生出演了上百部作品 因为年龄稍大的缘故 梁顺燕很少出演《女余号》 大多都是饰演一些大配角的角色 无论角色大小 梁顺燕都是用心演绎 她不计较名利 吃苦耐老 因此成就斐然 成为香港娱乐圈的黄金绿叶 相对于事业的顺风顺水 梁顺燕的爱情婚姻生活更是受人羡慕 梁顺燕曾经对记者说过 我只得一位情人 那就是我老公 梁顺燕的老公阮黎明 是她当年话剧社的同行 两人经常在剧中饰演男女主角 从而日久生情 阮黎明才华横溢 高大帅气 让十四岁的梁顺燕暗自尽心 不过这段恋情 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梁顺燕兄弟姐妹四人 从小家教申言 加上阮黎明比梁顺燕要大上好几岁 这段早恋当然为家庭所不容 但梁顺燕是个有主见的女子 她认定了阮黎明 就没打算放弃 经过努力争取 两位有情人终于在1957年成为眷属 梁顺燕确实没有看错人 阮黎明性情温和 是个好好先生 她为梁顺燕营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港湾 正是有了她的支持 梁顺燕才敢于在外面大胆地打拼 梁顺燕报考利得电视台 辞职创办美容仪态学校等重要抉择 都离不开丈夫在一旁的鼓励和支持 阮黎明结婚后 很少再踏入演艺圈 她一生的角色是默默地做好妻子背后的好男人 1968年 接演TVB的《梦断晴天》时 梁顺燕认为自己比女主角黄淑怡大不了几岁 对于出演她母亲的角色心存顾虑 正是阮黎明的开刀让梁顺燕打消了疑虑 鼓励她勇于尝试不同的角色 从而让梁顺燕找到了自己在演艺圈中的位置 最终成就了事业的辉煌 阮黎明曾经对梁顺燕说过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他们夫妻互相尊重 互相关照和互相谅解 携手走过了55个春秋 这在浮华的娱乐圈中是极为罕见的 2012年 阮黎明去世 83岁的梁顺燕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她每次吃饭时 都感觉丈夫仍然坐在她的对面 都在失去丈夫之前 梁顺燕还经历过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梁顺燕与阮黎明共生有两子一女 长子阮慧元在电视台做幕后兼职工作 女儿阮曼丽远嫁到菲律宾 幼子阮慧雄是亚式的一名医员 梁顺燕最喜欢的还是阮慧雄 阮慧雄身材肥胖 她常年服用减肥药 患上了厌食症 1998年 41岁的阮慧雄感染肺炎 因服用了过量药物导致器官衰竭而去世 阮慧雄去世时 梁顺燕正在拍摄《真情》 为了不耽误进度 她强忍悲痛 匆匆处理完儿子的后事 继续拍戏 TVB监制盛赞梁顺燕是专业敬业的演员模范 阮慧雄的去世对梁顺燕打击巨大 她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抑郁状态 每天一泪洗面 甚至想到过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不得不入院之料 幸亏有家人的陪伴和医生的鼓励 梁顺燕才渐渐走出丧子的悲痛 按理说 古兮之年的梁顺燕 应该在家安享晚年了 儿女们都劝她不要再工作 可是梁顺燕却是越老越忙碌 一个星期至少有五天在片场拍摄 忙得连和家人一起聚餐的时间都没有 据胡定心透露 在拍摄《包青天风云再起》时 为了赶工期 八十多岁的梁顺燕和年轻人一样 都是坚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去睡觉 胡定心劝说她早点休息 梁顺燕表示感谢 她回答道 我只要有戏拍就不会犯困 她还开玩笑地说 感谢电视台给我工作的机会 让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混到饭吃 梁顺燕虽年近久旬 但她依然活跃在饮品之上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游戏演就演 我拍戏不是为钱 就是过戏影 一日拍三组戏也不嫌辛苦 她同时也告诫新人 做演员是很辛苦的 不要贪图名利 2019年5月份 梁顺燕刚拍完了最后一部作品 《唐人街》的戏份 在拍摄的后期 她感觉身体状况不好 去医院检查发现身患癌症 但她在剧组不露声色 坚持拍戏 6月份 梁顺燕仍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电视剧 《好日子》的宣传 有记者问及她的身体状况 她表示身体已无大碍 一个月后 梁顺燕不顾家人的劝说 又进入了新的剧组 然而任何人都不能抵抗岁月的轮回 7月中旬 梁顺燕因为癌症发作被迫入院 在香港佛教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月 她中阴器官衰竭 而于8月13日下午去世 梁顺燕在亲人的陪伴下 安详地走完了90年的人生传奇 梁顺燕去世之后 圈内人士纷纷表示惋惜 当儿子李克勤更是微薄怀念 不过对梁顺燕最为怀念的 当属其孙子阮昊宗 阮昊宗是梁顺燕生前疼爱的孙儿 虽然在圈内并没有什么知名度 但她却一直兢兢业业 之前阮昊宗更是在社交网上发文 表达对奶奶的不舍之情 另外她还提到奶奶对她的教诲 并声称很遗憾没有能够 和爸爸以及奶奶合作 她的去世让这一想法再也实现不了了 2019年9月5日 TVB在世界殡仪馆 为梁顺燕隆重召开追悼会 生前的许多好友及后辈 纷纷前来出席 花圈布满了灵堂 大堆的百合花中摆放着梁顺燕 在黄金友醉中的彩色巨照 胡峰 萱萱 胡定心 李克勤等人 都身穿黑色衣服 人情悲痛 他们前来鞠躬 送别梁顺燕老人 梁顺燕死后极具艾荣 与她生前良好的人缘 以及对丈夫和家人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梁顺燕一生从已六十余载 她亲自见证和经历了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 并在其中留下了许多精彩和辉煌的印记 梁顺燕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 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 更是因为她对婚姻爱情的忠贞 乐观 积极的人生观和善良经验的品质 而为大家所尊敬 梁顺燕的去世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她留下的精彩作品和人生故事 将会继续流传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静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